来看到是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之前爆料总统马英九 违法收受鼎心集团的政治献金 经由特征组的调查之后 认为没有具体的犯罪试证 因此全案是侦查终结 名嘴周玉寇在去年12月 爆料总统马英九 在竞选期间 违法收受鼎心集团2亿元的政治献金 经过特征组6个多月来的调查 没有具体犯罪试证 全案侦查终结 周玉寇女士告发马英九总统等 已设有违反政治献金法等一案 本案经本署特别侦查组 侦查终结任无具体犯罪试证 以本年6月17号签准结案 包括马政府团队疑似图立顶心集团 以及国民党违法收受电子业政治献金案 经特征组传唤110名证人 调阅10万多笔资料均查无不法 唯有鼎心魏家有与特定业者异常资金往来 以及魏玄三重的土地变更案 应与本案无关发交由地方法院办理 有一次安平找我们大家一起的时候 我们整个房间几十个人都是这个营造业的大老板 另外关于民进党前发言人许家清 今年2月在美国公开演讲时提到 前总统陈水扁疑似收受营造业政治献金几十亿元 经特征组调查后也已没有具体犯罪试证 6月17号予以签结 前总统陈水扁不当收受营造业政治献金 以及提供民进党参选人选举战事款 本案经特征组政查终结 对于这样的结果 而至陈志忠第一时间也在脸书上表示 查阿扁总统不是第一天 已经快十年了 政治献金案根本是虚构 真的够了总该彻底一次 还给阿扁总统一个公道吧